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注意在骨构还没有闭合的时候使用 这个使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使用生长激素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严格遵照医嘱来使用 当然人的身高是和人的遗传和人的营养代谢情况 以及睡眠运动是息息相关的 在使用生长激素的时候 同时要注意以上因素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使身高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生长激素通常是用在身材矮小的病人身上 在青春期或者是青春期以前使用 效果比较好 等到骨构闭合了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效果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